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自动签一样按动出签心的 首先呢 它的配色我很喜欢 还有一点就是 我日常如果用签笔的话 我会给它们配一个像这样笔帽的东西 来保护它们前面的签心不会断掉 特别是在画画的时候 我会削得很长嘛 按动出新的这种签笔的好处就是 我如果出门带着它就不用担心说 它的笔尖会断掉或怎么样 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用 比较方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接下来是派通的这个自动签笔 它是0.2的签心 那它也有0.3还有更粗的签心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0.2的 给大家写试一下 那大家如果日常用的话 应该是0.5的会多一些 这个是0.5的签心 那0.2呢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粗细 派通这个自动签笔 我还有一点比较喜欢的呢 是它可以自动出签 而且是防断心的 就是按了一次以后 它只要前面有了心就会一直可以写 直到这一根签心没有 而且呢 它可以长按住后面 把它最前的笔尖就收回去了 同时呢也会起到一个保护 我平时就会很怕自动签笔掉到地上 那它前面会断 或者说最细长的这个部分 会断或者是弯掉 就很尴尬 那这个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这边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那其实不是为了介绍这根笔 这个是30的0.7的一个自动签笔 它平时是这样把签这个头拧出来 不用的时候呢就把它收起来锁住 那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里面的签心 我里面装的是百乐的0.7的这个彩签 那它是水溶性的 像有的时候画画呀 画水彩什么的 我喜欢用它来勾边 或者是说打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线稿 这样画完了以后 上水彩的时候 直接用水一刷它 它就融在整个画作里了 就不用说特别费心的要擦它 或怎么样 那我们去试一下 我这里面装的是橘色的前心 它这个我目前找到的只有0.7的 但是写起来看 这个粗细和0.5的其实没有差很多 在纸张上的表现力还不错的 然后拿水刷一下它 这样它就融开了 你看得清吗 这里 所以画画的时候就不担心说 有线稿的存在或怎么样 说完了铅笔 再和大家分享两个 我比较喜欢用的橡皮 一个是蜻蜓的这个细节的笔形的这个橡皮 一个是派通的一个砂质的一个橡皮 先试一下这个普通的笔形的这个橡皮 它其实和我们常用的橡皮差不多 但它就是这样子会比较细一些 它是一个扁扁的这样一个形状 那之前是用铅笔涂了几条横线出来 这样 这样横着擦它或者是说梳着擦它 那平时如果需要清理一些细节的 或者是说在某篇文章中你写了一小点的字 用它来擦就很方便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派通的磨砂的橡皮 先用笔子上面写一下 我这个是派通的BLN的这个笔 哦对这个派通的BLN的0.3的这个笔 真的很好用 它写起来特别顺畅 而且它0.3就很细嘛 可以写一些小字 有的时候写手章或者是说标注一些特别小的一些细节 在一些很小的空隙中写字的时候 它就很好用 那一般比如说钢笔或者是油笔或者是这种水笔 写完了以后基本上是很难修改的 我就会用到这个派通的磨砂的橡皮 它其实就是像磨砂或者是我们像时候会用纱纸来把东西打磨掉一样 它就是把纸的表面上这边擦掉 看这边就擦掉了 这里 那这种的话我还是推荐在一些稍后一点的纸张 比如说像Hobo那种八川纸特别薄的纸张上我就不推荐了 但像这种A4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防水墨水 它是采墨这个品牌的 常用的颜色是碗中和月夜 我手上还有几瓶其他牌子的墨水 价格都很贵每瓶都是100元左右 那这一瓶的话其实只要7块多到8块钱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价格 然后它这一瓶是18毫升的 但是这一瓶也可以用很久 平时的话我就会用这种笔杆上墨的钢笔把它灌进去 灌上三分之二左右的一个高度来用它 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心痛 那说到钢笔的话 我个人最近比较喜欢的是这一支 白金的3776 那之前其实觉得它还好 而且颜值很高 灌上彩墨啊什么的 就很漂亮 但最近发现它不光是这样 首先呢它写字很顺畅 还有一点就是 我里面灌了墨以后 放个十天半个月啊 或者是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再拿它来写字 都可以瞬间就出水 不会有断墨或者是干涸这样一个状况 就说明它这个比前面的蜜蜂做得很好 所以真的还蛮推荐给大家的 刚刚有忘说这个派通的模块笔 它是有八个颜色在这边 想用哪个颜色就把它转过来 就可以了 旋转上面这边 它这会有标注 然后把这里转到你想要的颜色就好了 个人出门的时候会比较爱用它 颜色呀还有上纸的表现都不错 那出门就很方便 就不用说带一大盒 彩铅笔出门 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两把尺子 一个是集合平行尺 它下面是有这种像的 小滚轮样的东西 把它放在纸上画一道 然后往后或者是往前推拉都可以 最后画出完美的平行线出来 那它还有一个小机关就是 中间有个小点点 你可以按住它 然后根据这个旁边的刻度来画圆 它上面有一些小孔 每隔五毫米就有一个小刻度出来 把笔放进去直接画就可以了 你可以画一些圆出来 它也是一个小两角器 平时如果有画一些建筑 或者是说想要打格子 或者是说有些朋友 不是会写那种英文书法嘛 用它来打格子也会比较方便一些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把尺子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作弊的神器 那它是一把看起来有点普通的 一个网格的透明的尺子 那它中间有一个小凹槽在这里 同时它也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金属小棒 然后一头是这样的圆形的 之前画水彩的时候呢 有朋友说直线了画不直 那现在作弊神器就来了 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在纸上 把金属棒抵到这个槽里面 配上这种软头笔 或者是毛笔啊 水彩毛笔都OK 把它放到你要画直线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移动它 就可以画出这样一条直线出来了 看了今天的分享 有帮大家种草什么东西吗 可以把它打在弹幕或者是留言里面 好了这次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 还帮我长按点赞 转发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祝大家平安顺遂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